經過了一個月之後 R6終於 修好了 R6終於 修好 回到了我的手中 那麼 各位看起來大概就是 R6壞掉好像就是前幾天的事情 那是因為我影片 產出的速度跟這個維修相機的速度 差不多 一個月之前 R6就已經壞了 送修 然後經過了一個月之後 才回到我的手中 那麼我也是經過了一個月之後 才把R6壞掉的影片PO出來 那我不知道這次的影片上去之後 是多久 我想應該會快一點點 我想 我努力 OK 那麼趁著這次中秋連假呢 我終於有時間出去度個假了 那麼 雖然說 是去度個假 但是 其實是去處理一些私事 那之後 有機會會分享給大家 那麼 當然 最主要的是要 趁著這次去辦了一些事情 然後順便去 一個 旅遊 放鬆 度假的行程 好的 事情都處理完了 接下來就是 吃飯 叫做什麼 假飯 放假 欸 叫做 度假 度假模式 很難得 已經很難得 這個價格了 對啊 怎麼樣 你要去哪邊呢 就在這裡啊 這樣看得到風 看不太到 要這樣子車一點 就可以了 韓國菜 沒有 這樣子 這樣就可以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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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下一站去哪裡呢 我們從那邊走 就是你剛剛騎過來那裡 有一個大盆啊 嗯 有嗎 要來去買 鐵宵夜 有嗎 我們在哪裡 那我們要下到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麼 這一次做的飯店 超級高級 那麼真的很感謝我女朋友給我準備一個 這樣子的 飯店 那 有一個很 就是 順勢一房一廳 再加上位於這些 有一個很大的浴缸 然後是一個乾濕分離 然後這個客廳有一個超大的電視 然後可以在這邊看電影 那麼 它這個電視 是 跟這個房間分離的呢 那麼顯現出一個高級感 非常大的房間 太享受這一次的旅行了 那麼在 呃 這一次的旅行中 因為我買了一個 INSTA 360 1X2 現在已經出了第三代 那麼 我們在之前呢 買了這個 魚眼鏡頭 然後就很想好奇 試一下這個 魚眼鏡頭 配上6300 然後跟這個 運動相機的魚眼比起來 究竟 有什麼樣的差別 那 哪一個 會更好呢 當然這兩者使用上 是完全不一樣的 一個是專業的攝影 魚眼攝影 那另一個呢 是一個 運動相機 體積非常小小 可以在很多小小空間進行拍攝 所以兩者使用場景不一樣 但是 很多時候 很多創作者把它拿來當成一個 呃 VLOG 紀錄的 主力相機 大家可以稍微的看一下 我會在這一集的VLOG當中標註 哪一個畫面是哪一個相機拍 大家留言哪一個你更喜歡 那這些畫面中會缺少這樣子的平面的影片 那是因為R6才剛拿回來 所以 就只有在室內可以進行比較 那麼我現在 就來稍微的比較一下 OK 現在是 ABA6300的魚眼 魚眼 魚眼鏡頭 再來切換到這個 R6 那我現在 鏡頭距離 差不多近 我稍微把它焦距給調整一下 這個 距離差不多近 然後 6300 魚眼 然後 這個是R6 超廣角 然後 再搭配一個 Insta360 運動相機 超廣角 差不多 是這樣子 比較起來 畫面怎麼樣 其實我不太知道 但是 大家可以 比較一下 大家 更喜歡哪一個呢 那麼今天影片 先到這邊 我們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再見